字幕 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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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回到老師頻道 我是你的老師 君明老師 今天是5月31日 星期一 好5月31日星期一 的聯絡本 把联络簿拿出来 抄下来 第一点 13课的生字 第11个到第19个 第二点 第13课的成语卷 也在国语课的影片下方有连结 第三点 今天我们的数学课 不会很多内容 课文上不会很多内容 可是希望大家 努力去认真去学这一块 这一块可能对你来说 稍微有一点点的难度 所以今天习做只有110页 那老师是想让你再多练习一点 不过 因为形式上比较难给你纸本 那我有提供一张十之二的数学券 那这个数学券呢 如果你觉得你家刚好是有那个影印机 那你可以把它印出来写 那如果你不方便影印 没关系 待会我们在课堂的后面 我们也会来一起做这一张数学券 数学券 好 这四点超完之后呢 还是要跟各位提醒一下 你的身字 身字 请你要写端正 有听说 听说有些人可能那样停课 你的手好像有一点也跟着放 好像也跟着休息了 你要把它写正来 不要让它头突然抬起来 脚突然抬起来 或头突然低下来了 这样字上面 公整度就会不是这么的好 好 希望这样建议你是 完全听得懂的 我们来看一下右边这张图 还是跟大家宣导一下 外出的时候请你要佩戴口罩 目前都还是属于三级 好 那老师还是要讲一下 如果是四级的话 你是不可以随意的出门 即使戴了口罩也不行 好 再来 第二点 这个 一些娱乐场所是不可以经营的 好 那当然你平常你不会出门 所以这对你来说还好 那第三个 如果有要吃东西的话呢 一律是外带 那个卖场 还有超市 如果真的要去的时候 尽量少去 那买 一次就买够 可能买个几天份 不要太多 但也不要太少 那目前都应该不会有任何的婚宴 也不会有公开的婚宴 还有这个让大家可以去公祭 丧礼的部分也没有公祭了 好 第五点呢 宗教集会 像是 庙啊 或者是教堂啊 或是教会 这些目前都是 先暂停活动 大家还是不要去群聚 希望 这周 这周可以 情况 有所好转 那 我们后续的 呃 停课的部分 或许就可以到一个段落 好 有关系 大家在一起加油 那请你到我们的数学课本 126页 126页 今天只要来上126页 这是活动三 活动三 认识0.1公升 认识0.1公升 什么叫0.1公升 这个看起来不是很友善 你认识公升嘛 我们回忆一下前面的 一公升跟我们的豪升 是什么样的关系 一公升就是一千豪升 这你知道 那到底什么叫做0.1公升呢 好 可以想一想哦 不许你想的 正好就跟 课本是一模一样的哦 那代表 非常的 呃 有数学上的天分 好 我们来看 一瓶 这个养乐多罐的容量 是100毫升 好 100毫升 那 请问几瓶 合起来是一公升 如果你有 做类似的实验的话 你就会发现 10瓶倒进去 刚好就10格 一公升 那请你观察 自制的量杯 就是这个 这个叫自制的量杯 说说看 100毫升是几公升 来我们念个 很多遍 念到你看懂为止 100毫升是几公升 100毫升是几公升 想一下哦 这整个叫一公升 那其中一个100毫升 我们想想看 这个怎么感觉跟以前学那个什么分数啊 小数 是不是有点类似 对不对 唯一个全部嘛 这样子全部 然后我们来分几格 10格 10格的其中一格 是不是就是100毫升 所以我们是可以说这整个叫做一公升 其中一格叫做十分之一公升 再一次哦 你看这是不是整个分十格 放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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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整个叫一公升 被切成了十格 每一格 就是100毫升 100毫升嘛 现在叫毫升 整个来看是公升 那如果 只有一格 然后你必须用公升去表示的时候 是不是代表十分之一 对吧 然后我们以前又说过 十分之一跟零点一是 相等的 对吧 我们以前有讲过 我们的十分之一 还有我们的零点一 中间的符号是 等于 诶 那根据刚刚学的哦 你现在知道了 100毫升 是十分之一毫升 那十分之一又等于零点一 所以零点一 抱歉 这里我写错了哦 再讲一次 再讲一次 抱歉 再讲一次 整个是一公升 分十格 其中一格 是100毫升 其中一格是100毫升 那现在 十分之一 是不是公升 对吧 然后你就发现这两件事一样 然后你以前就知道 十分之一跟零点一又一样 所以十分之一公升 就是零点一公升 如果这里 还没办法想通 就往前倒带 再看一次 好 如果你懂了 那恭喜你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位 课本上的同学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他念的 请你跟着他一起 说一次 开始 一公升 平分成十等分 一等分 是十分之一公升 好 其中一份 就是十分之一公升 好 所以我们就知道 100毫升是十分之一公升 然后这个同学 他说 十分之一公升 就是零点一公升 所以这三件事情 就合起来了 100毫升是十分之一公升 十分之一公升 是零点一公升 请你把这一句 念个十次 再把我们的影片继续 100毫升等于十分之一公升 等于零点一公升 好 接下来往下 来看一下咯 0.1公升的刻度在哪呢 在哪里 在哪里 是不是就是第一格 对吧 这里 第一格 好 那我们再来看哦 那请问你 两个零点一公升是几公升 两个零点一就是零点二 请你写上去 零点二公升 那三个零点一呢 零点三公升 这很简单 只要你懂 这一句 超重要 超重要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要怎么样去表示 要填公升哦 不是填毫升 如果毫升很简单 因为就你的经验 这里分成十格 你可以数一下十格 然后这是第五格嘛 第六格 第七格 如果问你毫升 是700毫升 我们前面学过了 我们刚刚学 100毫升 等于 0.1公升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 有几百毫升 是不是700 那请问你这边要填多少 0.7 对吧 很简单吧 easy啦 小蛋糕 好 那我们看隔壁哦 隔壁 我们应用一样的方法 先提醒自己 我们的 100毫升 等于 0.1公升 好 公升 毫升 那我们看一下 这里 超过了1 超过了1 然后往上 一格 两格 三格 对吧 所以是不是 这里是不是就出现 1300毫升 1300毫升 对吧 那 1000的部分 就是1公升 这是1公升 好 那300毫升 100毫升 0.1公升 300毫升 就是0.3嘛 那再加上前面的1 就会变成了1.3公升 好 懂哦 1公升在这 往上数0.1 0.2 0.3 1.3 很简单吧 如果你学会了 上面的 这句 定义 100毫升 就是 1.10公升 也是0.1公升 那记得哦 提醒你要看一下题目 要你用什么去写在答案上面 好 再请你最后复数一次 开始 100毫升 等于1.10公升 等于0.1公升 OK 所以就是100毫升 等于0.1公升 0.1公升 我们这一刻 你认识了 就是我们的 多少毫升 100毫升 好 那要麻烦你来写习作了 好 请你翻开习作的 110页 110页 好 我们一起来做 我们一起来做 当然 你可以停下来 挑战一下 如果你还没有办法 你可以跟着我一起做 好 第一个 1公升等于 1000毫升 100毫升 0.1公升等于多少 今天刚刚讲 0.1公升 那我们要返回咯 很仔细看 0.1公升 100毫升 0.2公升 200毫升 那0.5公升呢 300毫升 没错 那再来哦 我们再从这边往这边看哦 100毫升等于0.1公升 200毫升 0.2公升 800毫升 0.8公升 OK 这样的方式希望可以辅助你 好 我们来 再来往下看哦 如果这里太快 你可以再停一次 底下的 这里是1公升 总共有10格 所以这少了1格 应该会是 第9格 对不对 第9格是多少 几百毫升 你学过吗 是不是900毫升 然后上面有学 100毫升 0.1公升 900毫升 是不是0.9公升 再来 这里有一公升 然后往上看 1格 2格 3格 4格 5格 6格 所以1公升往后数 1.1 1.2 1.3 1.4 1.5 1.6 1.6公升 好 再来哦 最后了 如果到这里 你可以接受的话 所以顺便讲一个 这里如果你用毫升去看 右边这一体 右边这一体 如果你用毫升去看 总共会出现 1600毫升 所以这里 我们也顺便复习一下 好 最后一大题 最后一大题了 我们来比一比 1公升跟0.9公升 哪边大 左大 右大 左边大 好 再来2公升跟1.8公升 哪边大呢 右边大 好 这都是同单位的哦 我们来看第三题 不同单位了 一边是公升 一边是毫升 我们前面学过 老师还是不厌其烦的 跟你再复习一次 100毫升就是0.1公升 那800毫升是不是就是 0.8毫升 不好意思 0.8公升 再次哦 800毫升就是0.8公升 所以这里是等于 好 好 再来哦 790毫升 这个有点 可能没有办法让你换算 那我们看另一边嘛 好不好 0.7公升 0.1公升 可以换回几百毫升 100 那0.7可以换回多少百 700 那700跟790 谁大呢 右边大 好 这一页 你如果做不对 请你一定要再做一遍哦 超重要 超重要 好 如果你OK的话 你可以 如果你有影音机 当然你可以把底下的 我们的连结处 有一张考卷 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如果你没有办法 去影音的话 没关系 我们可以看我们的荧幕 看着荧幕 你也可以一边作答 好 这边先让你看了所有的题目 好 第一大题 第二大题 再往下 第二大题的 一直到这里 还有我们第三大题 以及 再来哦 到这里 好 再来 到这边 OK 好 这个部分呢 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一起来做 我们一起来做 这张考卷做完 我们这一堂课 如果你都完成了 而且你都会 那恭喜你 这一堂课 你是没有问题的 好 第一题 0.4公升 和多少毫升一样多呢 前面学过 0.1就可以换成100 所以这里有几百 400 选4 这里选4 再来第二个 0.9呢 可以换成 多少 900 对不对 老师换成pdf好了 等我一下 换pdf 就可以直接写在上面 我来试试看 稍等我一下 稍等我一下 这只能黑点 它没有办法直接写 不行 这个是荧光笔 我再试一个方法 等我一下 好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0.9公升 就是我们的 900毫升 不好意思 字有点丑 好 再来 3700毫升 前面这个3 就一定是3嘛 因为1000 可以换1公升 那700的部分呢 是不是就是0.7 对吧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呈现 好 那再来哦 再来 我们继续往下看 不好意思 这样要截图每一张 呃 我用 还是用说的好了 还是用说的好了 如果你 听不懂 就再反复回去听一下 不好意思 下次老师会想有什么好办法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水量是多少公升呢 这里到底有多少公升 到这里是1公升吗 可是少一格啊 所以我们课本刚 习座还有课本 有学过吗 这里是0.9 0.9 再来哦 请问两个0.1合起来是多少 公升呢 0.2 0.2 8个0.1公升呢 0.8 好 我们再往下看 这里 1公升 往上数 一格是0.1嘛 1.1 1.2 1.3 1.4 1.5 1.6 是不是就1.6公升 好 我们再往下哦 你还是要稍微检查一下 是不是十格 确定是十格之后 我们就知道 往上数 一格 两格 放大一点 一格 两格 三格 四格 五格 所以这里是几公升 0.5公升 那如果问你毫升呢 毫升的话 500毫升 好 我们再往上看 好 这里 请问水杯里有几公升 几毫升 来看一下哦 有 一公升 我上数 一格 两格 三格 三百毫升 这一公升 又三百毫升 也可以说是 1.3 因为300 可以换成0.3 好 我们来看底下 请问你 底下有总共几公升呢 这是一个陷阱题哦 因为一杯是多少 200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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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共多少百 600毫升 600毫升是几公升 0.6 因为我们知道 100毫升 就是0.1公升 好 再来第四题 请你用小数哦 1公升 1.1 1.2 1.2公升 这种题目应该超会的了 好 这边我们要快一点哦 看哪边大 这不要被前面影响啊 这前面不要理他 我把画面 这个 这样给遮住 就不会被影响 好 等一下再往下 左边大 右边大 左边 这边大哦 好 我拿这个笔吧 画起来 这边大 好 再来哦 左大 右大 右边大 好 再来第三题 哪边 诶 怎么会有左边右边 应该是 一样大吧 100毫升 换0.1公升 那300毫升 当然可以换 0.3公升 好 那么来看 700公升 不好意思 0.7公升 换成700毫升 所以 左大 0.8公升 800毫升 一样大 1.8公升 2公升 2公升大 0.7公升 790毫升 这个题目刚才有做过 那你用思考的哦 不要用背的哦 这里可以换成 700毫升 这里是790 所以当然是790 这边比较大 简单的题目 1公升 跟0.9公升 谁大呢 1公升大 好 如果啊 你是做纸本的 然后 你觉得这样 你不好对答案 老师后面有一个提供你 只有答案的部分 小 把它关掉 好 这里有答案 单纯说答案的部分 如果你有把它印出来写的话 那如果你没有不方便印出来 你就 跟着老师刚才一起做答就可以了 或者你按暂停 自己先做答 我会公布答案 或是你可以把答案先写在纸上 写在纸上之后 直接来对这边的答案 也是OK的哦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 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 100毫升 就是 0.1公升哦 来 我们虽然没有 画面可以看 但你可以看课本 126页正中间 100毫升 100毫升就是 0.1公升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 麻烦你作业一定要记得写 那张考卷 无论你用什么形式都可以 请你要记得去作答 好 老师也相信你一定会去做的 那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里咯 下课 rd题 做个